宋神宗资至通剑序遇至 宋赵须 正为君子多时前沿往行已触其德顾能刚见赌时辉光日新书一约王仁求多文时为见世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德诗之既存王道之正垂见戒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千秋时世金会之书据左侍国语推式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彩经直传网罗天下放师旧文考之行事迟程上下属迁在兼守纪宣源至于林指作为纪表示家书传后之术者不能以此体也为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粮食之才矣 若积古因考留神载积万积之下为长废卷长令龙图格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世纪比旧密格凡月给历史比扎起周威列王弃于五代光之志已为周姬衰王室为李月针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其楚秦境使大环文更霸由脱尊王为此以服天下威列王自陪陈命 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至尽以此一股人数作造端利益之所咒也其所在明君良成皆摩至道义论之今与德行之善至天人相语之继修旧术正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 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寻力之调教断之以邪政要之于智乎辞令渊后之体真见深切之意良未被焉凡十六代乐成296章以十一行本六作四卷列于护友之间近古今之统伯而得其要减而周于世事亦典型之总会策读之冤灵以 寻清有言欲观圣人之计则于其灿燃者以后王室也若浮汉之闻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无无见焉者自于智世圣王有惨达之爱有中立之教或之人善任公俭情未亦各得圣贤之一体梦可所谓无于五成取二三策而以至于荒坠颠为可见前车之师乱贼奸鬼绝有屡霜之见师 云商见不远在下后之事故赐其书名曰资至通鉴以着证之至焉耳 至平四年十月初开经严奉盛指读资至通鉴其月九日晨光出尽独面赐狱秩序令后书成日写入 水恶变道 火山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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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